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播讲大时代中国民政府的这些著名人物 今天我们来继续讲东北军的忠勇大将,这就是于学忠 上一次我们讲到于学忠,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撤出了青岛 加入到李宗仁所率领的第五战区的战斗序列,开始进入徐州会战战场 在徐州会战战场,根据李宗仁的指示,于学忠担任的是金浦路南段的防务 归入第三集团军序列,并且李宗仁任命于学忠为第三集团军司令 1月中下旬,金浦路南段的日军发动空事 31军让开了金浦路的正面,撤至铁路以西的山区,四级反击 定远,林怀关,邦步相继失守,淮河防线告急 2月2日,李宗仁急调于学忠率51军,持赴淮河的北岸布防 51军迅速到位,在东起五河西至淮远的百余里防线上布防 迅速的投入到战斗 2月2日,日军13师团占领邦步,中国守军全部撤到淮河北岸防守 炸毁了淮河铁路桥义阻敌 日军在林怀关,邦步间组织了2000多兵力 乘坐民船,橡皮筏,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淮河 遭到51军114师的英勇阻击 据记载,当时日军落水,死亡者不下三四百人 2月4日,刚刚到达阵地的113师也投入战斗 将渡过淮河登上北岸的日军三四百人击退 2月5日到7日,林怀关至邦步怀远间 连日均有激烈的炮战,双方面的空军也投入战斗 全线战火弥漫,中国守军数次击退日军的北范 2月8日,日军六七百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 从邦步北渡,一度攻入北部小邦步街内 13师337旅分起抵抗 674团团长梁中武,率领部队将供入小邦步的敌人击退 9日,日军七八百人再次强度淮河 向小邦步中国守军阵地轮番进攻 守军六七四团一个营伤亡过半 被迫的退出了小邦步 六七四团极调另外一个营增援 于学中亲临前线督战 三三九旅旅长窦光殿身先士卒 到火线指挥作战,实习为之大振 当时前线的营长为了夺回阵地组织了赶死队 当时动员那时候他这么讲 他说平时我与你们相处甚厚 时日今日,无论为国,为部队,为自己都要拼命,要反攻 于是他率领着赶死队率先冲入敌阵 先后数次与日军展开白人战 从早上八点钟到下午两点钟 经过雪战终于将渡河的敌人全部消灭 夺回了小邦步阵地 中国守军获得了胜利 但是日军并不甘心失败 在2月10日组织三千余人从临槐关方向燕公庙 以西强行渡河,攻占淮河北岸的一系列的村庄 144师长牟中恒,342旅旅长李雨林 亲临前线指挥 全体守军展开反攻 战斗从上午10点钟开始到下午3点钟左右 经过数次冲锋将全部失陷的村庄夺回 11日凌晨 日军第13师团集中主力再次强度怀河 向1140、1130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1140阵地多处被敌人攻破 伤亡惨重 当时军官伤亡了70多位 士兵伤亡了2000余人 预备队尽数使用 全体光兵两昼夜 没能进食,没有时间睡觉 但是依然收复不了失利 被迫转移到墨河口 四谱一线 继续组织抵抗 1230的阵地也受到日军攻击 小邦步反复争夺达四五次之多 守军第674团的官兵伤亡殆尽 团长重伤 小邦步终于沦入敌手 这时候51军的防线被撕破 战局十分危急 于心中决定趁日军过河 立足卫稳之际展开全面反攻 夺回失去的阵地 他重新调整部署,组织反攻 在战权动员会上 他说只有更坚决的抗战下去 才可以生存 和平妥协 结果总是没灭亡 我们东北几年来的亡省之痛 刻刻在心头 我们一定要血债血还 当时全军的官兵热血顶沸 当时于学中就说 我们正面雪拼应战 敌人的进展延迟一小时 我们后方的阵地就能够多一个小时准备的时间 兼顾起来 当时51军全体僵尸在余学中的率领下万众一心 市与日本人决议死战 23日凌晨 51军展开总反攻 军长余学中和1130市市长周光烈 1140市市长毛中恒 以及下属的四位旅长 全部亲临前线 县令各部必须夺回失去的阵地 经过八个小时的雪战 迫使临淮关方向的日军退回到了淮河的南岸 14市的阵地全部夺回 小凤部方向反攻持续了一天 渡河日军被1130部队两翼包围 战斗异常激烈 正在这个时候 援军张子忠将军率领的59军赶来 接替51军防线 伤亡严重的51军撤离火线 转移到了宿县一带修整 59军负责驻守淮河防线 那么后来张子忠59军 怀河接着的怀河阻击战 我们在张子忠将军那些集里边已经讲过 整个怀河阻击战 在51军和59军的联手 奋勇沙地下获得了成功 51军作战有功 以两个师四个旅的兵力 抗击日军一个师团 另加三个连队 七个大队 七个中贵的航空兵 工兵 炮兵 装甲部队和铁道兵之精锐部队的进攻 无论在人数上 还是在技术装备上 日军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51军呢 浴血奋战 消灭了日军三千余人 日军付出了沉重代价 最后没有能够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 而长去北进 被压制在了怀河的南岸 G144市市长毛中恒 他的回忆 在开战之前 他曾经向余学忠请示 说这次打仗我们拼不拼 余学忠当时的回答是说 拼呢 我们是打内战中出名的部队 现在打日军 不拼怎么行 不拼还能对得起中国人 在中国还站得住脚吗 那毛中恒就问 那拼到一个什么程度为止呢 余学忠说 你拼个七八成 留个根好补充 那么51军的将士 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51军伤亡大半 向毛中恒他的回忆 他的诗伤亡十至七八 已经拼尽了全力 从华河祖职战撤下以后 51军稍作休整 又加入到了台尔庄 台尔庄战役 在台尔庄大战中 51军的任务 是在台尔庄东北方的兰陵镇 阻击日军第十师团一部 使得有军能够集中兵力 维艰进攻台尔庄的日军 这个时候 51军已经经过一个月的休整 已经恢复入处 那么渔庄中就命令 1130防守兰陵镇以东 1440防守兰陵镇以西 命令各部队 皆构筑三道纵深防御攻势 4月19日 14师342旅 刚刚进入预定阵地 准备构筑攻势 不料日军第十师团 先头部队步兵第39连队 已经抵达 双方面立刻开始交火 342旅旅长李雨林 一面组织抵抗 一面将情报报告给市长毛仲恒 毛仲恒得知以后 亲自带领第340旅前往增援 并且派人通知 1130市长周光烈 此后 14师以342旅 在一线出次抵抗 以拖延日军的进攻速度 以第340旅 在342旅之后 迅速构筑 简易的防御攻势 掩护1130构筑攻势 4月21日 第342旅 退入到14师阵地 日军随即攻之 但遭到了守军第684团的坚决反击 该团团长刘明 为了挫败日军的进攻 决定亲自带领一个营 投入反击 经过一昼夜的激战 第684团成功将日军击退 但是这位团长 也在作战时中断身亡 成为51军参战以来 阵亡的第一名高级指挥官 但这绝不是51军 在抗战上牺牲的 最后一位高级指挥官 日军看见进攻第684团阵地失利 就将攻击的攻击的重点 转移到了第680团方向 4月25日 日军第39连队 集中主力 猛攻第340旅的贾家辅阵地 贾家辅阵地 守军680团伤亡惨重 坚持入业 终于预备队用尽 而被日军突破防线 旅长护千梅文讯以后 亲率旅预备队 同680团团长于学道 率领的赶死队一同 发动反击 站到26日下午 日军得到援兵后 随即发起反扑 护千梅的反击部队 则因为远禁力竭 而不得不撤手到少庄 4月28日凌晨 日军第39连队 继续将少庄发动猛攻 守军第340旅 拼死抵抗 损失惨重 护千梅旅长 在指挥作战时 接连负伤多处 忠因伤重而亡 成为51军参战以来 阵亡的第一名将军 为了减轻第1440的压力 于学忠命令第1340 抽调所属第673团 向进攻1440的日军侧翼 发动攻击 但以接连与日军作战的 第673团早已经疲惫不堪 第337旅旅长 窦光仙 决定改以第674团执行任务 团长张武斌 亲自指挥索部发起攻击 但却不幸负伤 全团败退下来 斗旅长被迫再次将673团 投入战斗 但是无济于事 这种51军 正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位于一线的阵地 多处被日军突破 形势万分紧急 此时在台尔庄败退的日军 也在得到增援以后 改守围攻 兵临徐州城下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东仁 被迫下达了撤退令 放弃徐州 51军的任务 就改为掩护战区主力撤退 51军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 继续坚持作战 直到22日才开始突围 后来开复到南洋 唐河修正 兰阴镇一役 51军伤亡8000余人 战前的精锐 基本上在这次战斗中 都遭到了损失 这就是余学忠率领51军 参加徐州会战的整个经历 因为在徐州会战中 51军表现英勇 余学忠被授予了 一级上将的军衔 在经过休整之后 1938年6月12日 余学忠奉命 率领51军参加武汉会战 114时 进驻大北山北路的 叶家级杨柳殿和六安县 113时 进至开顺街 麻雇 独山镇 青山铺一带 协同第71军 也就是宋西连任军长的 这个部队 集结主力 同时在霍丘 三河间方向 进行严密的警戒 38年8月24日 日本第13师团的 先头部队1000多人 窜至六安县 东三十里铺 于51军114时 开始接火 激战约3个小时 被51军击吞 27日 日军增援一个加强团队 约共三四千人 从东南北三面 向六安进行包围 准备攻城 同时 1000多的日军 近亲 六安以南 青山镇 向第71军阵地 开始进攻 8月28日 清晨 日军十三师团 主力万余人 在重炮飞机的掩护下 向六安县一带 展开进攻 51军683团团长王鹏举 率部英勇抗击 从早上打到黄昏 击退了日军三次冲击 到黄昏时分 东南城脚被炮火摧毁 日本步兵七八百人突入城内 随即展开巷战 战到29日拂晓 根据白种喜 必要时攻守闭合左岸 因此 部队在损失比较大的情况下 向闭合以西撤退 六安落入敌手 这次战斗 51军 114师 伤亡连长以下官兵百余人 紧接日日军 集结2000余人 在炮火的掩护下 强度闭合 向独山镇的113师 强烈进攻 战到黄昏时分 这才将日军击退 双方死伤慎重 当天夜里边 余学中在空隙战火空隙间 调整了51军和71军的军力部署 8月30日 日军第13师团 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 向51军113师的独山镇阵地进攻 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 13师被迫撤出独山镇 转移到石坡殿 继续抵抗 与此同时 日军3000余人 向杨柳殿 114师的阵地 也展开进攻 战斗到下午 684团团长 杭子祥 率部转移至 大谷殿 继续抗击 示意双方 军伤亡惨重 到9月1日 于学中再次进行战线调整 以113师占领麻布沙加湾直线阵地 114师占领沙加湾巴里铺直线的主阵地 并在开瞬间占领了前进阵地 日军的进攻并没有减缓 13师团主力万语人向白塔范 51军1130师阵地 以及7日1军36师熊殿阵地 展开全线进攻 战到傍晚 熊殿和白塔范均被攻破 进攻开瞬间的敌人 被51军击退 第36师驻守的乌龙庙阵地 被日军第10师团攻破 9月2日凌晨 日军开瞬间开瞬间 和叶加级发动总攻 于学中被迫将部队撤制到史河西岸 与敌人隔阂对峙 紧接着71军的黎加级阵地 也被日军攻陷 9月3日拂晓 日军开始强度史河 攻陷了51军新级的阵地 于学中当即调整部署 集结兵力准备反攻 9月4日 51军14时向巴雷潭之敌 强烈反击 蒙仁恒市长亲赴前线 士气大震 从早上到中午 敌人虽然几次增援 但都被我军击退 下午三十 终于收复了巴雷潭 迫使日军退回到开顺街 进攻福锦山的敌人 也被36师击退 这场作战 估计当时避离千余人 在阵地前遗失200多局 而51军 不是 是71军 71军的36师 作为作战主力 伤亡营长三人 连一下光兵 1300余人 福锦山石门口 巴雷潭这些地方 是大别山北路 中日双方争夺的战略要点 所以日军绝对不会放弃 他们紧接着一两师团的兵力 配合着飞机20多架 重炮40多门 势必要争夺下此处要冲 以便进攻商城 信仰 而达到会师武汉的目的 而对于国军来说 保卫大武汉 要在外围 最大限度的消耗日军 以空间换取时间 迟滞日军的行动 于是在余学中的指挥下 51军和71军 两军苦苦 作战了九昼夜 尽量的利用河川 山谷 爱陆 第一道等有利地形 与日军展开拉锯战 从9月3日争夺巴里潭新级的 傅锦山起 到9月11日 傅锦山被攻陷 国军这边 共伤亡团长以下官兵一万一 随着傅锦山被日军攻占 51军被解除了阻击任务 奉命撤入大别山 休整待命 进入大别山 一方面是让51军进行休整 毕竟51军接连几场苦战 精锐损失的比较厉害 但是51军作为东北军原来的精锐 并没有在大别山打游击的这种经验 刚刚是很不适应 但是余学中还是率领了他的部队 以利皇县为根据地 打起了游击战 很快不久 他们在淮河沿岸的三河间以西地区 就打了两个胜仗 在10月下旬 114师的679团第一营 接连两次成功伏击了日军的运输船队 接着又在商城以东 伏击了日军的自重车队 累计歼灭日军30余人 这个经验对于后来51军 出兵鲁南 有了很大的帮助 1939年2月 蒋雷师在洛阳主持召开了一次 全国性的高级军事会议 会中决定在山东和江苏沦陷区 开辟敌后游击根基地 并且建立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为总司令 于总同时还确定调第51军 深入山东 作为开辟鲁南游击根基地的主要军事力量 并且担负起整个游击战区的指挥职 于学忠率领51军 也就是东北军的精锐 到鲁南进行敌后根基地的开创和坚持 在我们抗战史中 讲的并不是很多 但实际上 于学忠的这个鲁南抗战 不仅仅是对中国抗战的进展 而且对八路军的发展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朋友 很多人都知道 在解放战中 解放军在东北还没有权限 扭转烈史之前 解放军实力最强的就是山东解放军 当然山东解放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从华中根基地 华中解放军撤过来 素玉率领的部队 但是山东解放军本身 具有极为雄厚的实力 那么这个山东解放军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基础呢 这和于学忠在山东 进行鲁南抗战 有着很大的关系 具体来说 就是于学忠的五十一军 在鲁南进行抗战期间 他们和八路军在山东的部队 关系非常好 基本上没有摩擦 并且相互之间比较支持 再一个就是于学忠的五十一军 是山东日军的心腹大患 所以山东日军花了大力气 来清剿和削弱于学忠的五十一军 在这种情况下 八路军作为在日军眼里边弱小的一方 就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那么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于学忠他率领了五十一军 在鲁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 鲁南位于金浦路以东 交际路以南 地形是有小平原 有泰山 鲁山 猛山 夷山 等山地 相互之间比较容易联络 在徐州失守之后 鲁南地区就成为了敌后的沦陷区 在于学忠率领五十一军进驻之前 鲁南地区的部队是什么呢 主要的国军部队是十九三的部队 准确说就是吴化文 很多朋友都知道吴化文 这个曾经做过汉奸 后来又在解放战中反正起义 最后官败到解放军的将军 而且因为日军进军急于迅速 鲁南地区的日北组织 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因此国民党分子旧官吏 豪身地主 土匪 以各种名目所建立起来的武装 是相当多的 举个例子 在鲁南 暴都故 附近的山区里 打着国民党七号的地方武装 就有一万多人 而且因为日军正在集中兵力 进过武汉 山东境内的日军兵力并不足 鲁南地区驻扎的日军更少 到1938年4月19日攻占林毅之后 留住的林毅城 以及附近据点的兵力 只有两个大队 约2000人 而国民政府 当时在鲁南地区 主要的领袖 是就是当 之前我们提到的 由于学中推荐的 沈洪烈 他是山东省政府主席 1939年1月 沈洪烈率领山东省 省政府的机关 进驻到鲁南地区 1月13日 他在以水 出席了鲁南各地军政代表的欢迎会 那出席他这个欢迎大会 那么在会上呢 沈洪烈就公布了 山东省政府的八大政策 表明了山东省政府 坚决抗战的决心 出席这个会议的 以及紧接着之后 所举行的鲁南军政联系会议 在这两次会议上 我们看出席的代表 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山东 是处于一种统一战线的状态 参加会议的主要的军事代表 包括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 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 在这段山东抗日政权 草创的初期 山东的统一战线 进行的还是不错的 沈洪烈功劳不小 他使得鲁南地区的社会秩序 趋于稳定 虽然他并不能控制 各方的军事实力 军事力量 但是他将这些军事力量 统一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 这点上来说 沈洪烈做得不错 他被余学忠率部进入鲁南 进行敌后抗战 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那么中共以及八路军 在这个期间 在山东的发展也是不错的 山东分局由郭鸿涛任书记 八路军山东纵队也迅速的成立 张经武任指挥 黎玉任政委 当时山东纵队的实力呢 是这样的 整编了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 编成了十个支队 有三个团 共二十五个团 两万四千五百人 这个实力还是不错的 在得到了去鲁南 进行敌后根据地抗战 这个命令之后 余学忠率领五十一军 在1939年3月初 开复到了安徽府洋 做入鲁前的准备和补充 那么部队的领导层进行了调整 余学忠任了鲁苏军区的 最高军事长官 因此他不再兼任五十一军军长 由牟中恒继任军长 一四师的副师长方淑洪 升任一四师师长 三月中旬五十一军分三批 开始入路 余学忠亲率一三师 最先出发 五十一军军长牟中恒 率领五十一军军部 和一四师的三四陵旅 随后跟进 与一三师相隔两日的路程 一四师师长方淑洪 率领三四二旅店后 与军部相隔两日的路程 五十一军出兵入鲁 去鲁南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并不是说大陆朝天 部队一路的进发 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他们是要深入敌后的 而且是一个军的兵力 自然不可能很顺利 五十一军各部 从府阳出发以后 经过安徽蒙城 窝阳在宿县以南地段 越过金布铁路 再转向东北 在苏北 徐州以东 匹县以西地区 越过了龙海铁路 渡过运河 进入山东境内 于一中率领的 一三师前进 脚位顺利 仅用了十余日 就率先到达了鲁南山区 但是牟中恒 率领了三色陵旅 仅在匹县以北地区 就与日北军的千余人遭遇 经过半日战斗击退 但是六七九团一营营长姓善 他牺牲了 伤亡官兵三十余人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日军经过这场战斗 发现了五十余军入鲁的意图 在三四陵旅顺利进入鲁南之后 日军就部署在宿县以南 和徐州以东地区 对五十余军进行阻截 方淑洪所率领的144师部 和三四二旅 在宿县的西南 遭遇到约一个连队的日军阻击 激战一天以后 日军退却 双方命伤亡都在两百人以上 越过金普路铁路之后 日军的追兵两千余人赶到 三四二旅在安徽陵壁县西北地区 与之激战一天 毕伤日军五百余人 但是六八三团长王鹏举 副团长因以齐牺牲 伤亡官兵三百余人 此后三四二旅白天速营 夜间行进 与日军周旋了五六天之后 终于越过了龙海铁路 渡过运河 到达了鲁南山区 所以说五十一军入鲁 总体来说虽然比较顺利 但是掩护全军的三四二旅 有一定的伤亡 但是入鲁以后 仍然保持了完整的建制 我们在讲五十一军战士 抗日战士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他的中级军官名字变换得很快 尤其是团长这一级变换得很快 为什么 伤亡过大 经常没有过多久 就牺牲 然后就要换新的团长 这说明当时 国军正面战场抗战的一种残酷性 在五十一军进入到鲁南地区之后 另外一支东北军的部队 五十七军 在军长 军正流的率领下 也进入到了鲁南山区 纠正一下 军成流 在五十七军到达之后 1939年4月7日 余学忠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 设到上高湖村 并且主持召开了战区高级将领会议 在会议之上 余学忠对鲁苏战区的部署进行了调整 五十一军担任鲁南北部地区的游击作战 五十七军担任鲁南南部地区的游击作战 这个时候 进入鲁南地区的五十一军 五十七军总兵力两万多人 这这么要说一下 山东地区当时 国军的主要部队 除了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以外 另外最大的一股国军部队 就是西边地斯师吴化文的部队 所以说吴化文 后来祥日 对于山东抗日战局的变化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日军在山东是什么兵力呢 日军第十二军司令部 驻扎在济南 第二十一师团驻扎在徐州附近 第三十二师团驻扎在滋阳附近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驻扎在青岛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驻扎在山东省履县 日照附近地区 独立混成第十旅团驻扎在山东省的张殿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驻扎在金浦路的德州至济南段 山东全省的伪军到了1939年底已经达到十万余 但是在鲁南地区 常驻兵力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日军绝不会眼睁睁地看见 余学忠率领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在鲁南站完脚跟 所以1939年4月 余学忠刚刚在鲁南站住脚 日军就发动了进攻 日军在博山集结了三千余人向五十一军发动进攻 14师340旅在鲁村附近 与日伪军激战 毕伤敌五六百人将其击退 但是该旅的六七九团团长何时宽阵亡 部队损失较大 但这场仗毕竟击退了日军 使得五十一军在鲁南站完了脚跟 1939年4月11日 五十一军一部在山东省第三区保安部队 王虹九部的配合下 一举攻克了费县城 后来又撤出 1939年2月至4月 五十七军1110 在诸城屡县地区 不断地与日伪军作战 驻诸城的美军张布云布 遭到了沉重打击 日军看见渔学中所率领的国军鲁南部队 进行频繁的活动 于是在1939年5月底 开始向鲁南地区增兵 准备扫荡鲁南山区 6月4日日军集中了第五师团主力 第21、32、11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各一部 一共两万余人 分三路大举进攻鲁南地区 在日军如此强大兵力的进席之下 渔学中 与鲁苏战区的总部决定 在不放弃鲁南游击区的原则下 部队以团为单位 化整为零 避免与日军决战 划定各部的活动地区 以敌人打游击战 6月初 鲁苏战区内的各部队 分散转移 在转移过程中 不断地与日军遭遇 并发生战斗 到6月15日 日军进一步增加兵力 对鲁南山区府地进行反复扫荡 24日日军侵占了日照县城 25日 51军114师师长方书洪 在率领该师部部份官兵 在转移至蒙音县 县坡里以北地区的时候 与日军遭遇 在激战中 方书洪壮烈迅火 大家请记住 这是51军的114师师长 壮烈迅火 25日以后 日军除了留着部分的兵力 驻守鲁南地区 各个的重要城镇以外 主力部队逐渐撤出了鲁南山区 在日军撤军的过程中 鲁苏战区的部队予以袭击 29日至30日 日军在以水东部 金花域等地 陆续的被鲁苏战区部队袭击 被监数百人 驻费县南部山区的12师 为了配合战区主力部队反扫荡 积极对日军进行袭击 其中334旅667团 这是我们后来解放军的重要战将 万亿 率领他的部队 在费县南部 观阳司 新庄等地 袭击日军 12师各部还在金浦铁路 和龙海铁路 进行了破袭战 可以说这第一次 日军对鲁苏战区的扫荡 余学中指挥的反扫荡 还是比较成功的 虽然战区官兵 和山东省政府机关人员 伤亡了2000余人 鲁南山区的各大城镇 也被日军占领 但是战区的主力部队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日军主力撤退之后 余学中率领战区部队 重新恢复了 鲁南游击区 日军方面 后来的文献记载里也承认 作战结果在短期内 未曾出现铁路事故等 但随着时日的推移 游击根据地又行复活 开始在交际路 和博山路方面进行活动 1933年 39年夏季的 这个反扫荡战役结束以后 鲁苏战区驻鲁南部队 一方面进行补充整讯 一方面积极地开展游击作战 一系列的小规模出击 都获得了不小战果 到了1939年的冬天 为了响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1939年的冬季攻势 约终命令鲁苏战区驻鲁南部队 开始攻击金浦铁路 泰安至临城段沿线的日卫军 51军和57军各部 在鲁南的泰安 以水 四水 藤县 邹县 吕县 鲁县 安秋 维县 高密 日照 蒙音 费县等地 袭击日卫军的据点 进行破旗战 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到了1940年的4月6日 日军300余人自日照县出动 进犯文统 柳沟一带 57军111师333旅的万亿 率领其部队将其包围在黄山前 击战一天击溃日军 坚敌200余人 同年11月万亿又率部 两次围攻大殿镇 日军据点 24日将大殿克服 紧接着在1940年的夏天到下半年 日军屡次发动小规模的进犯 都被51军和57军击退 这一时期呢 逾越中率领 鲁苏战区的部队 在鲁南山区站稳了脚跟 有了比较稳固的游击区 从1939年夏季反扫王战役之后 日军军没有再对鲁南游击区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而逾越中利用兵力上的优势 积极开展游击作战 给了日军军一定的打击 根据国民政府军政部 1941年12月底的统计 1939年1月到1941年6月底 鲁苏战区对敌总攻12次 小战斗440次 游击战1028次 另外根据军令部的统计 1939年1月到1940年的5月底 鲁苏战区在作战中 共俘虏日北军1811人 缴获了各种车辆283辆 炮32门 机枪91挺 步枪4797只 弹药1332箱 官兵伤亡 11559人 但这里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鲁南敌后两年的作战 51军和57军的总兵力 是日趋减少的 到1940年11月时 两军总计已经不到2万人 我们说过刚开始是2万多 现在已经不到2万人 每个连只有10余人到4050人之多 那本来51军和57军 在对日作战中 战力损失的比较大 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 内部发生了一件事情 对57军的战力 有了进一步的很大的折损 这就是在1940年9月21日 11师师长长长安多 以及他得力的手下万亿 率兵包围了57军军部 扣押了当时有通敌嫌疑的 副军长朴炳山夫妇 军长缪成流 只身逃跑 那么起因呢 是因为57军军长缪成流 在朴炳山的怂恿下 经常派人到徐州等日军驻地 进行跟日军的秘密投降活动 与日军商量的签订互不侵犯 和共同防守的协定 这件事情被万亿发现以后 就报告了长安多 长安多是忠心耿耿 为国抗日的将领 所以他发动了922除奸 那么922除奸之后呢 国民政府发来的电报 实际上是谴责了长安多 认为他不识大体 依稀用事 并没有对缪成流进行追责 但也没有收回长安多的兵权 那进入1941年之后 国共出现了大规模的摩擦 在这个大环境下 有着共党嫌疑的万亿 就成为军统的目标 那么万亿当时就被抓 就被抓捕 并且在长安多的11室内 进行了审判 当然在长安多的保护下 万亿并没有被处以急刑 后来万亿找到机会 从狱中脱逃 到了八路军的解放区 而长安多呢 因为长期以来 积劳成绩 身体非常差 病情日趋严重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想为手下的兄弟 找到一条抗日的出路 于是 在他诗里边 留下来的共产党员 郭维成的劝说下 在1942年8月3日 长安多 郭维成 率领111室的2700多名官兵 携步枪1200多支 轻重机枪60多艇 凯击炮两门 电台20余部 转移到了八路军的 滨海抗日根据地 加入到了八路军 转移之后不久 8月9日的凌晨 长安多 就在他 忠心耿耿的 这些部署的 哀痛中 与世长辞了 那么 起义部队 到达抗日根据地以后 经中共中央 山东分局 和八路军 山东军局批准 改称为新111市 万亿任工委书记 市长 郭维成任副市长 兼政治部主任 那么 八三起义 对于57军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第一造成了57军 战力大减 因为万亿 非常能打 万亿 离开57军 使57军的战力 下了一个台阶 第二个 万亿离去之后 57军的 军事力量的主要 指挥者 是12334旅 旅长 荣子恒 因为长安多 长安多已经走了 这荣子恒 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留过日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读过书 成绩还不错 回到东北军之后 受到张学龙的 张学良的很大重用 张学龙对他很器重 说起他的父亲来说 要比他名气更大 熟悉918的听众 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呢 就叫 就叫 容真 918事变 容真是东北军 在沈阳最高的领导人 正是他 执行了张学良的 不抵抗政策 丢掉了东三省 后来这个容真啊 很快就成了汉奸 那么容子恒 在最初 是坚定抗日的 也和他的父亲 划清了界限 但是到了鲁南战区以后 经历了八三起义 还有九二除奸 这些内斗 容子恒就发生了动摇 再加上他父亲 对他不停的 坚持不懈的游说 最终容子恒 降日了 这是后来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57军的战力 迅速的衰减掉 在这种形势下 虽然1941年 日军并没有对鲁南游击区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这种内耗 却使得余学忠的部队 与日伪军作战的规模和战果 都远远不如前两年 到了1942年初 交际铁路 被鲁苏战区部队多次破袭 日军为了消灭鲁苏战区 驻鲁南部队的主力 决定集中第十二军的 19个步兵大队 共约2万余人 对驻西水 泥水 圈里边 圈里地区的鲁苏战区总部 和51军进行扫荡 于月中得到情报以后 仍然做了跟上一次 类似的安排 部队进行转移 避其封锐 准备 以周旋为主 待敌人回撤的时候 再加以出击 由于经过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这次的反扫荡 是很很成功的 日军在扫荡的期间 没有能够抓住鲁苏战区的国军主力 最后只能是没有任何大的战果的情况下 撤出了鲁苏战区 鲁南游地区 虽然渔学中的战区部队也受到了一定损失 但是也保持了完整的建制 鲁南游地区再一次度过危局稳定下来 但是日本人这次并没有停歇太久 1932年8月12日 日本集中了独立混城第五旅团 和独立混城第六旅团等部 共一万五千余人 在日军名将港村宁次的率领下 抓住了机会 企图包围暂住于旅县以东平东村的鲁苏战区总部 当时总部机关只有作战部队 一个特务团六百余人 渔学中 率领战区总部赶在日军合围之前突围北上 进入到位于安邱西南部山区的1130防区 日伟军当时尾随了日 8月20日 清晨 鲁苏战区总部和1130等部 被包围于唐王山 虎眉山和雷谷山等区 1130的674团 677团 678团和战区总部特务团 利用有力的地形与日伟军激战 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山上轰击 并以飞机11架驻战 渔学中当时被炮火炸伤 阵地之上 日寇活捉于学中的叫嚣声不绝意耳 当时于学中手里攥着一枚金丸 就黄金做成了一个球 告诉部下说万一冲不出去 我就吞金殉国 幸亏老天爷眷顾 下午5时的时候 于学中发现东北方向有空隙 就率领着战区总部人员 从东北方向突围 678团负责掩护 坚守到晚上7时才撤离 这场作战 日伪军伤亡400余人 鲁苏战区官兵伤亡300余人 战区党政分会 少将军务处长张庆树身亡 除于学中外 战区中将参谋长王敬轩 中将副官长陈策 邀三师少将副师长潘国平 都负伤 到了30号 日军才结束了这次扫荡 在日军的战时里宣称这次扫荡 鲁苏战区官兵战死1861人 被俘733人 这次扫荡 使得鲁苏战区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但是日军仍然没有达到 其消灭鲁苏战区总部的目的 日军并不甘心 10月27日 又集结了万余人 从林夷 吕县 蒙英 泥水等地 分三路 向泥山山区进犯 企图消灭鲁苏战区总部 五十一军军部和山东省政府 于月荣得到情报以后 指挥战区总部机关人员 疏散到尼河南岸 11月5日 日军攻入到山东省政府驻地 驴瓦店 某中恒率领山东省政府机关人员转移 五十一军各部利用地形迎击日军 并一步绕制到日军侧备夹击日军 这样迫使到了12日日军撤退 因为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转移及时 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 对日军在1942年所进行的这几次强有力的扫荡 约中虽然应对有策 但是还是遭到了一定损失 最关键是从整个战略态势来讲 鲁苏战区的鲁南部队 在对日北军的作战中逐渐趋于被动 已经无力向日北军发动主动进攻 而整个游击区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到了1942年6月 国军在山东敌后的总命令 由刚开始的20多万人已经减少到了14万人 到了8月份减至11万人 到了1942年底就只有9万余人 1943年1月18日 鹅号传来 西边第四师吴化文部和山东省保安第一师于怀安部 共2万余人投降了日军 被编为伪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 因为这个伪军的防区距离鲁苏战区总部和山东省政府驻地较劲 逾越中只能命令战区总部的机关人员开始疏散 2月17日起 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五旅团 独立混成第六旅团 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一部 共1万余人 在吴化文的配合下 向安邱县西南山区进犯 企图消灭该地区的51军主力 20日鲁苏战区总部政治部 1130师部和678团等部 被日伪军包围在城顶山 战斗十分激烈 678团团长刘斌阵亡 21日被围部队分头突围 损失惨重 1130师长韩子前被俘 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富 1130参谋长张之福等官兵 460余人阵亡 这里特意说一下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富 周富是来自军统 他被派到51军 派到鲁南游击区 实际上是为了起到监视渔学忠 和杜绝渔学忠的 51军57军部队里边 共产党组织的发展状况 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而否认周富 他是为了国家的大义 为了抗击日寇 最后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那么这场作战 使得鲁苏战区主力部队 1130损失惨重 成鼎山战役之后 渔学忠率领鲁苏战区总部 转移到了吕县日照边区的上官加工 途中遭遇到日军袭击 渔学忠和战区参谋长王敬轩 都负伤了 3月11日日伟军集结1万余人 分6路进攻沸县的南部山区 122市等部 损失惨重 日军之所以对于轩中的部队 进行大规模的 不间歇的这种扫葬 是因为第一 他们已经看出来 于轩中的部队 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并且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元气 于轩中不能够恢复部队实力 有各种原因 国民政府的不支持 自己内部的混乱 很多部队的降敌 这都是重要原因 再一个日军得到了 吴化文的强力支持 这是日军能够不阶段的 进行大官方扫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吴化文熟悉国军的部署 4月12日 日军为了彻底消灭 鲁苏战区的主力 调集第32士团 独立混成第5旅团 独立混成第6旅团 各一部 加上吴化文的部队 共3万余人 再次进行大扫盪 5月12日起 日军开始由 泥水 泊山 莱武 新泰 蒙英等地 分路进攻 鲁苏战区总部在转移途中 与日军遭遇 为了掩护鱼血中突围 战区总部 少将副官处长 魏凤勺 阵王 军务处长 李子恒 副重伤 官兵伤亡两三百人 15日起 51军各部被迫向南转移 19日日军主力开始撤退 泥水北部的游击区 被伪军无法文部占领 在这次反扫盪作战中 鲁苏战区官兵伤亡 被俘达到3000余人 我们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 根据史料记载 日军在前后的这多次扫荡和微调中 日军的兵力并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发生变化的 实际上就是伪军 而北军中实际上就是无法文部的降敌 这给余学忠 这些坚持抗战的国军 带来了极大的恶劣的影响 余学忠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在5月下旬 他命令14师的683团 684团 进攻无法文的部队 683团张本支部 一度攻至 距离岳庄附近的无法文总部很近 但是博山的日军数千人来源 683团被迫转移至码头顾一带 这个时候余学忠率领战区总部 驻蒙英县 波里镇 望东海村 于是命令683团向总部靠拢 683团行至甲庄附近 遭遇日伪军 且战且走 最后被包围在了蒙英县 茶居玉村西的三宝山上 683团与日伪军激战一天 损失殆尽 团长张本支自杀殉国 300余人被俘 只有少数官兵突围 5月25日 日伪军进攻沸县南部山区 120-334旅旅长荣子恒 和1130-674团团长刘国珍 率部于6月6日投降了日军 余学忠率领战区总部和51军的余部 撤至旅县 日照边区 已经丧失了与日伪军 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在转移途中 余学忠也身负枪伤数处 在这种情况下 51军已经没有能力 再在鲁南坚持抗战 于是蒋介石于6月上旬 电令余学忠部 率部撤离山东 1943年6月中旬 鲁苏战区驻鲁南各部队 和山东省政府人员 开始做撤离山东的准备 6月20日 余学忠率领战区总部和111师 先行出发 7月初顺利到达鲁苏边区的 余台佩县一带 稍数休整后继续南进 7月中旬到达了安徽府阳 摩龙横率领51军各部 和山东省机关 于7月30日开始进发 8月上旬 越过金浦铁路时 遭到日伪军袭击 1140师长黄德兴 副师长王松元 51军补充团团长 董春光阵亡 这又是51军的师长 师长这个级别的阵亡 51军军长周英 副伤 官兵伤亡千余人 最后在9月上旬 全部到达复养 51军的主力撤出鲁南以后 仍有少数的部队 滞留在鲁南山区 那51军 为什么迅速的在鲁南 坚持不下去了呢 主要是主力得不到恢复 内部的争斗 造成部队战力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 局面出现恶化 那么就很多的不坚定者 纷纷的投敌 像吴化文 荣子恒这些人 就投降了日寇 这进一步恶化了局面 使得余学中所率领的国军 没有了战略回弦的余地 最后只能含恨撤离山东 结束了他们在鲁南敌后 四年多的英勇抗战 另外一个关于内斗的一个重要的例子 就是余学中和沈洪烈的矛盾 按理说 沈洪烈是山东省主席 余学中是国军在山东省的最高领导人 两个人又都是缝隙出身 沈洪烈能当上山东省主席 还是余学中的推荐 两个人应该是并肩作战 合作无间 可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 因为当时鲁苏战区的经费 是由国民政府统一 拨给余学中的总司令部 再由余学中拨给沈洪烈的山东省政府 和所属的保安部队 那余学中他的观念很简单 经费要先可着主力作战部队来颁发 至于地方部队和山东省政府 是在满足了主力部队之后 才进行给予 因此在经费不足的时候 余学中就会少发或者不发 这样就给两个人的矛盾造下了伏笔 另外沈洪烈是坚决反共的 那么余学中认为只要是共同抗日 所有的力量都要团结在一起 但沈洪烈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 对共产党是采取的是限制 甚至制造摩擦 因此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很大的分歧 这种分歧越远越裂 在1941年夏秋之间 甚至发展到了沈洪烈指使凶手 去刺杀余学中 虽然因为后来没有真凭实据不了了之 但是余学中和沈洪烈的矛盾 致死计划 两个人无法再继续共事 沈洪烈在1941年8月25日 以赴重庆述职为名 离开了山东 而这两个山东国民政府军政最高领导人的矛盾 也给鲁南的敌后抗战 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另外一个跟余学中有矛盾的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周富 周富是黄埔三七 是例行社的重要成员 他被派到鲁苏战区任政治部主任 实际上是起到监督余学中的 这么一个作用 但周富和余学中的关系 要好于沈洪烈的那种情况 周富能够做到谨守自己的职权 只是负责政工和党务工作 并没有干预余学中的军事指挥 所以余学中跟他还是能够和平相处 并且这个周富不仅仅是监督余学中和防共宪共 他也起到了政治工作所应该有的作用 他主持创办了鲁苏战区 镇中日报 自监社长 这个报纸每日出版 广泛的报道国内外战争的新闻和胜利消息 号召抗日救亡 鼓舞战区官兵的士气 而且他每晚还召集官兵 集体收听重庆广播的抗战新闻 组织政工大队到各部队巡回演出曲目 交唱救亡歌曲 起到了一个政工领导人所应该起的作用 那最终在城顶山战役中 周富他亲率赶死队向山下冲杀 重弹殉国 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于云中在鲁苏战区领导部队抗日的时候 在他给部署讲话时经常提到 以不变应万变 那么不变是什么呢 不变是指抗日不变 云中这种坚定抗日 并且让他的部下也随他一起坚定抗日的这种做法 使得五十一军五十七军 在抗日过程中表现 尤其是下级官兵表现得极为英勇 举一个例子 五十军曾经有两个士兵因为生病了掉队 在早庄附近被俘 日军对他们多方审讯 但是他们坚决说出自己的姓名 只说自己是中国人 是抗日的军人 并且拒绝吃日军发给的饭食 最后被日军杀害 这表现的就是五十一军五十七军 下层官兵的这种气节 五十一军五十七军 在鲁南进行抗战过程中 很长的时间并没有出现成建制的部队 投降日伟 最终比较大规模的投降日扣 也是在他们在鲁南抗日晚期 也就是1943年 我们前面提到的 荣子恒率部投敌 即使在荣子恒和刘国珍 帅部投敌之后 很多官兵 也深明大意 不愿意做汉奸 偷偷的跑了 拿着枪投奔了八路军 而刘国珍 六七四团团长刘国珍 也采取的是一种默认的态度 在约中 帅部在鲁南进行抗日期间 他和八路军 山东的部队 有着良好的关系 八路军上段宗的山东纵队的指挥张经武 经常去拜访渔雪中 而五十余军 也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贡献了两位战将 一位是我们提到的万亿 万亿曾经在五十七军 一一一师任六六七团团长和三三一旅旅长 另外一个 就是在抗美援朝中 抗美援朝作战中 立下战功的谢芳 谢芳担任的是一一三师 五十一军一一三师三三七旅副旅长 和一一四师参谋长 1939年8月 担任八路军第一宗委司令员的 徐向前徐帅 曾经专门去拜访过渔雪中 双方面进行了 虽然没有达成成果 但是非常友好的谈话 渔雪中对中共建立各级的地方政权 并没有加以干预 在渔雪中主持 山东阿鲁南游击区的军政的期间 对于手下一些遵从国民政府的指令 制造国共摩擦的这些事端 渔雪中都本着对摩擦 坚决 稀释宁人 最好相安无事 小事化灵 大事化小 如有冲突 极力劝指 劝不指 则希望不扩大 目以成舟 则惜下不为意 是标本的中间立场 这是渔雪中的原话 也就是他采取的是一种中间状态 尽量的稀释宁人 不要影响到抗日这个大前提 但是渔雪中这种稀释宁人的态度 进入到1941年以后 他和中共的关系就出现了变化 这个变化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 那么对于国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摩擦 我们在前面讲到一些其他国民将领都提到过 这种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在敌后发展根据地 你的根据地越大 你的战略回旋空间越大 那么对于国军和共军的将领来说 但凡你是有能力的这种军事将领 你都会意识到这是一点 都希望让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更大 希望自己的游击区或者根据地越大 这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冲突 那么于学忠和中共关系的变化 第一个原因就来自于晚南事变 以及苏北地区韩德勤和新四军 所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当时韩德勤曾经希望于学忠派57军 南下苏北增援 但是于学忠借故拒绝了 但是于学忠对苏北发生的事情 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那么第二件事情 就是中共在51军和57军内的影响力减弱 我们前边提到过 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向迪光 叫小夏 这个人叛变了 他的其实他的在中共 在国军的地下情报工作中的地位 是举足轻重 他担负着整个东北军的策反行动 他的叛变意味着 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有暴露的危险 于是中共中央军委在1940年7月22日指示中共山东分局 停止在51军和57军内发展中共党组织 中共地下党员退出51军和57军 在这个命令下 谢方带领着51军内的大部分中共党员退出了51军 57军内的中共党员也大部分退出 只在111室内保留了中共工委 那么随着万亿被国军 111室的反动军官扣押 审判 最终不得不逃离111室进入巴勒军根基地 这使得111室的中共力量彻底被削弱 那么第三点 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也是不断的给于学忠施加压力 迫其加紧反共 何银钦屡次电令于学忠 派兵增援 国民党地方部队与巴勒军发生的军事冲突 而于学忠手下的一些中级将领 也不顾于学忠的立场 遵从国民政府的命令 与巴勒军造成摩擦 其中就包括后来投日的荣子恒 还有1140-342旅683团的张本芝 这些人都在国民党地方部队的配合下 和巴勒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1941年10月27日 张本芝部和荣子恒部 袭击了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驻地银厂村 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被捕并且被杀害 于学忠曾经五次致电何银钦 徐永昌报告所部与山东霸乐军军事冲突的情况 希望由军政部出面加以调和 五十一军在1941年12月15日 到1942年3月18日期间的机密作战日记 天天都有山东霸乐军的活动情况 和双方武装冲突的情况 武装冲突的情况 这种摩擦愈演愈烈 到了1941年以后 中共方面已经不再提拥护于学忠的口号 但是在五十一军下属部队与八路军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共方面仍然多次诚请于学忠处理 直到1941年9月 于学忠还经常致电徐向前朱瑞等 嘉奖山东八路军抗战的成绩 但是随着八三起义 长安多和郭维成率领111市的2700余人 进驻八路军抗战根据地加入八路军的行列 这让于学忠极为不满 因为说到底于学忠还是认为东北军是东北军 八路军是八路军 那么这种2000多人的东北军 叛逃到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这对于于学忠来说是不可以接受 最关键的是 在这次脱离鲁苏战区的行动中 主要的策划人郭维成 当然他是中共特别党员 但是郭维成这个人 一直是受到于学忠的信任和重用 在于学忠看来 郭维成这么做对他是不忠不义 而且这次事件让日军抓到了一个极好的时间点 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 给于学忠的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 这使得于学忠与中共的关系 到了他进入鲁南以来的最低点 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情况 最恶劣的在后面 八三起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于学忠任331旅旅长孙焕彩 继任111师市长 率余部5000人在甲子山区部防 但这个甲子山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八路军山东军区组织部队发起了第一次甲子山战役 八路军参战部队在1942年8月14日到18日攻占了甲子山区 孙焕彩率部向北撤退 这次作战孙焕彩的部队伤亡500余人 被俘了650余人 八路军伤亡400余人 10月11日孙焕彩又集结了4000余人进攻驻甲子山区的八路军 第二次甲子山战役开始 战至18日因为日北军扫荡中共滨海区根据地 八路军只能撤出阵地 孙焕彩率部占领了甲子山区 这场作战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 孙焕彩部伤亡200余人 八路军伤亡100余人 12月17日八路军的山东军区 集中了100余人的部队 发起了第三次甲子山战役 战到12月30日八路军再次攻占甲子山区 孙焕彩率余部突围逃走 此次作战孙焕彩部伤亡了1000余人 背负1137人 八路军阵亡148人 伤500余人 这一系列的甲子山争夺战 使得余穴中失去了重要的游击区 而战后孙焕彩的111师余部 仅剩2000余人 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这使得57军从余穴中 鲁苏战区的战斗序力 彻底的就丢失掉了 自此之后 鲁苏战区的抗战 只能依靠51军独立支撑 这使得余穴中极为恼火 当然中共方面 在战斗之后也做了补救 他将被俘虏的111师的军官和眷属 约400500人全部放回 并且通过他们 向余穴中和鲁苏战区的高层 进行了疏通 并且在之后 日北军对鲁南游击区所发动的进攻 和57军一起配合作战 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使得双方面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 进入到1943年之后 因为吴华文的率部投敌 使得余穴中和中共的关系得以逐渐的修复 1943年2月 当日北军开始扫荡 余穴中部的时候 八路军鲁中军区 尼蒙军分居司令员吴瑞林 率部在以水县大谷头 牵制日军 激战一天 以伤亡一百余人的代价 掩护余穴中 率领着鲁粗战区总部转移 并且在余穴中 要求进入八路军鲁中根基地 进行休整的时候 欣然同意 还送去了粮食和吉养 并派医护人员医治余部的伤兵 那么余穴中 也是知恩图报 所以在1943年之后 他的部队与八路军的武装冲突 基本停止 那么这种关系的环节 对之后 余穴中退出山东 李先中率部进入山东 对中共的发展 有着极有力的一个影响 1943年之后 因为余穴中部 在日本军的连续扫道向不断削弱 蒋介石也觉得余穴中 不能够掌控山东敌后的大局 就派他的嫡系将领李先中 率部入鲁 增援余穴中部 说是增援 实际上是替代 这自然就让余穴中极为不满 余穴中和李先中的矛盾 逐渐激化 而中共方面 刚开始对于李先中 率部入鲁 采取的是尽量疏通 争取团结的策略 但后来发现 李先中完全是秉从 他的恩师蒋介石的意愿 爆炸的是 宪共防共的态度 进入山东 在这种情况下 1943年7月4日 山东中共方面的领导人 朱锐 罗仁环 李玉 肖华 给中共中央军委 和八路军总部发电 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 有利于八路军发展的策略 就是对余部的西开 因为余穴中这时候 他的部队要向西开进 离开山东 对余部西开不加前置 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 对礼部东进 北上尽量持止其时间 在自卫原则下 趁其深入 我根据的利角慰稳之际 欲歼灭一步 给予打击 以求控制卤中山区 及旅日诸间山区 并互相联络 继续向外围发展 中共中央市区复 复电同意了这个部署 这个部署 对于中共彻底打开山东局面 并为后来的 解放战争 电影基础 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李贤中部 自进入微山湖以西地区以后 遭到日北军的扫荡 同时和巴勒军又发生军事冲突 无法继续向鲁南地区开进 而于学中部已经率领部队 转移到了吕县日照边区的山区内 补给困难 如果这个时候日北军再次扫荡 于学中没有任何回旋预定 为了避免再受损失 再加上于学中跟李贤中矛盾已经极其公开化 于学中决定不等李部的接防就开始撤离 他派人与巴勒军事先约定 于部撤离防区时烟火为耗 巴勒军就可以去接防 而巴勒军允许于学中率领部队穿过巴勒军的防区 并且在他通过的时候 巴勒军筹备粮草予以欢送 双方面 你走我送合作无见 于学中部开始撤退以后 在原方区的山上留下了子弹两三万发给巴勒军 而巴勒军给于学中部五天的口粮 并且护送于学中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于学中撤出武南之后 巴勒军同北军的张布云部 吴化文部和李文礼部展开基站 基本控制了日照旅县公路以北 面积达两千余平方公里的原来于学中的防区 而李先中的部队在巴勒军的打击下 也只能放弃了入鲁计划 于九月初南车到府补 正是因为于学中配合巴勒军 双方面联手做了这么一场 做了这出戏 鲁南地区的国共两岛力量 发生了明显的此消彼长的一个变化 1943年初 在金浦铁路以东 一河以西 一河以西 滋阳临西公路 临离公路以南 龙海铁路以北地区 国民党军上有一万六千余人 巴勒军只有四千余人 到了1943年9月 没有随于学中部撤离的新编地 三十六时刘贵堂部投敌 这样该地区就没有了国民党的正规部队 到了1944年初 这个地区 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只剩下七八千人 而中共领导的抗乳装 就发展到了一万两千余人 1942年底 这一区国民党控制区 上有土地面积 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平方米 人口是六万 六十七万一千一百七十九人 到了1943年底的时候 就只剩下九千一百一十五平方米的土地 人口 锐减到二十七万八千四百二十五人 而中共抗认根据地 从1942年底的 两万两千三百六十一平方米 人口 一百零三万七千零八人 到1943年底增至到三万四千一百五十四平方米 人口一百六十一万多人 所以说余学忠对于山东 八路军和中共地方政权的发展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余学忠在鲁南进行敌后抗战 他有很多非常重要和进步的意义 他坚持抗战达到四年之久 牵制了数万的日军 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配合了全国其他地区的抗战 余学忠的指挥能力还是非常高的 并且有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他广泛地开展了游击作战 沉重地打击了山东的日北军 而山东日北军的主要作战目标 也是余学忠部 余学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和日日军周旋的时间是很长的 他的正确指挥 使得鲁苏战区能在鲁南敌后的艰苦环境中 坚持抗战达四年之久 而在这四年中 余学忠所率领的东北军 51军和57军也是付出了重要代价 伤亡的将官达到13名 仅51军就伤亡了官兵1万余人 而余学忠在统一所有能够抗制的力量 这个大前提下 和中共尽力的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关系 他抵制了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 关于制造国共摩擦的这么一个基本政策 他所率领的51军 并没有和中共产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所以说余学忠率领51军和57军 在鲁南所坚持的这个敌后抗战 是我们抗日战争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值得牢记的一个部分 从鲁南撤退以后 1944年3月 国民政府撤销了 鲁南战区的这一个设置 余学忠卸任鲁南战区司令了这个职务 他被授予了一个闲职 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他基本上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 1946年内战开打 蒋连石希望余学忠能够出山帮他 但余学忠断然拒绝 他闲居在家中和他的妻儿一起 种菜植树养花 并且让家人自己织布 这日他全家居住的是在四川 他隐居是在四川 解放前夕 蒋连石希望余学忠能够跟他一块去台湾 余学忠再次断然拒绝 他反而集中起200多支步枪 配足子弹 发给他隐居的乡间的群众 保护乡定平安 迎接解放 当时他组织乡民自卫的时候 约法三章 说凡是溃逃败兵 走大路的不打 不烧不抢的不打 不奸淫妇女的不打 所以路过的败兵 经常也是不敢胡作非为 使得他这一方的百姓 颇为安宁 1949年11月下旬 当得知解放军即将到来 他点起了鞭炮 对解放军的先头部队热情欢迎 还宰了一头肥猪 慰问解放军的先头部队 不久又将枪支弹药收回 并且连同自己携带多年的两支手枪 全部送交给了重庆市军管会 1951年春 周恩来总理派飞机 将余学忠全家人接到北京定居 余学忠在解放之后 先后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 省体委主任 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民革三届中央委员等职 那么这里说句题外话 据说除了蒋介石对余学忠极为赏识以外 毛泽东对余学忠也是极为赏识 据说抗日战争的时候 毛泽东曾经两次亲笔写信给余学忠 希望他带着部队投奔共产党 并且许诺他来了以后给予不下于朱奥总的待遇 但是余学忠蜿言谢绝了 但是毛泽东对余学忠依然是评价优待有加 经常称赞他是热诚爱国 是共产党的朋友 余学忠母亲逝世的时候 周恩来曾经亲自上门吊宴 解放以后 余学忠隐居家中 喜欢养花 看摔跤 写字 他的生活一直非常朴素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 居委会要办一个幼儿园 余学忠把自己前院的时间房 无偿的提供出来 办了好几年的幼儿园 还在山东出资 办了一所利则小学 那么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余学忠 对张学良的 这种 守信 守艺的 高贵品质 他始终念念不忘 张学良临去南京之前 也就是跟他最后一面时候 对他的嘱托 解放以后 余学忠曾经请示过周恩来 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 周恩来说 还是你自己决定吧 于是他通过法院 将财产妥善地分给了 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 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拿 他曾经对自己的部下说 说张副司令让我照顾东北难民 守住华北 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 我都做到 我要等他自由了 将东北军交还给他 据说张学良90岁受臣的时候 听到这些话 当时他不胜感慨 他说我忘不了余学忠 他是我的左右手 还有一段译文 是关于抗美军场结束的时候 毛泽东曾经希望余学忠 能够担任副朝卫院团团长 因为他在东北的人脉 但余学忠拒绝了这个事情 他觉得自己凡事要低调 因为他凡事低调 张学良在台湾的日子 就会好过一点 所以说余学忠啊 他对朋友 那真的是 称得上 手信手艺的典范 那么这一集 和上一集一起 我给大家讲了 东北军的这位 忠义无双的大将 余学忠 他在抗战中的表现 才让东北军 这个在中国军队啊 赫赫有名的北方强军 没有因为西安事变 而在抗战中辱没了名声 在余学忠的带领下 他们在山东 奋勇杀敌 成为中国全民抗战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说余学忠 堪称中国军人 忠勇报国的典范之一 那么下一集呢 我会给大家继续讲 东北军其他的著名将领 我会给大家一起 感谢观看